各位朋友 歡迎參加今天的講座 今天的講座是人民學會的一個活動來的 打開這一頁先 我們講了一個preface 行不行? Background 其實有些事情我沒有時間做完 我現在share screen 狀況你看到我這個文件進入 我現在有兩個背景 一個是 on linguistic features 一個是 etymology of the word to be 我們今天講Permanidus 就是希臘文 接著我們講Heide的讀解 德文 德文和我們香港人沒有語言就是中文 語言就是廣東話 粵語 另外我們從小都學英文 畢竟西方語文引勾語言 希臘文 德文 英文都是引勾語言 並且德文和英文是同一個語系 日耳曼語系 Germanic 更接近我們都會用了四種語言 今天的演講裏面 我先看看一些動詞和變革的情況 我先做一個英文出來 這個沒有時間做完 所以現在即場做好嗎? 那這裏呢 英文呢 我們有這樣的東西 英文呢 如果drinking的話 那個做那個動作那個 我們通常講人 是不是drinker 是不是? 如果是那個被我們喝的東西呢 就是什麼? drink 是不是?drinker 和drink 是不是? 如果think 也有thinker 是不是? 英文也有想法 是不是? 有些這個大家好 schools would like it 英文變績語言 是不是? 綠病的東西 就沒有了 是不是? 純實那裡是分尺對不對呢 就是不是? 來 現在我們看看英文 把英文看 看看德文好嗎? 轉頭 看一下德文 來 就oses了 譬如 Third 現在有個朋友聽到電視聲音 這個就反過來 可能你就注意一下現在關了麥克風 聽了電視聲音 OK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聽琴 德文任何動詞 這裏其實是那些術語 我都不知道 這個需要一些語言學家告訴我們 准夥術語 我就知道這三個 有人說這個Gerunds 但我有點懷疑是不是真的叫Gerunds 我現在這個位置 德文任何動詞 你照樣寫 德文的名字一定要大寫 就是第一個字幕大寫 這裏就有個present participle 就是現在分詞 德文和英文已經不同了 英文其實每個動詞都這樣寫回 但是英文的習慣要加上那個to字 to drink 其實我們可以說to drink的 英文的語感通常很少說to drink 也是說drinking to think 很少語感講名詞to think 就是說thinking的 知道嗎? 所以這裏就 但是德文呢 這裏有個東西 任何名詞都用我們這樣做的 任何名詞可以嗎? 這裏就是做這個動作的東西 知道嗎? 但是德文也有trinker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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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英文德文在腦袋裡 和我現在的精力不振 tri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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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這個德文也有戀了我 這個present participle 就是trinken tri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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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其實我精力不振 所以就說話一塊塊 可以嗎? 我其實這個preface 我還想說多一件事才進入內容 這個preface 就是前言 前言 剛才就說了精力教育準備情況 我先說一件事 你們在座 這裏就是業餘哲學後者 對不對? 今天的講題就是 還有我們在華人的社會裏面 有一般業餘哲學後者 對哲學感興趣都是實踐哲學 對不對? practical philosophy 就是跟人生實踐有關的 倫理學 政治哲學 我們今天講這些 就是傳統的 就叫做ontology 對不對? 傳有論 甚至用一個再學術性的 是者能是不是的詞 首先是屬於theoretical philosophy 對不對? 這樣已經困難一些了 還有現在我們講的東西 不是一個初學者的課題 是講的是巴門尼德的文本 可以嗎? 甚至我們講的是海德教育的詮釋 這次我們再去到這個背景 背景就是我們介紹一些 因為我們需要涉及到希臘文、德文、英文、中文 我們現在就講一些這些語文的情況 可以嗎? 英文我們見到標準式 一個動詞不定式 to drink 我們有一個現在分詞 drinking 有一個過去分詞 是不是drunk 因為我現在就首先精力不振 講了很多次 接著德文、英文 其他人在腦袋裡衝擊 drunk應該是沒錯 而英文當我們想表達這個動詞不定式 將它講成動名詞 其實可以講to drink 不過英文的語感就很少用to drink 英文的語感就會用到現在分詞drinking 對不對? 好了,to think 一樣 to think 有一個現在分詞 thinking 有一個過去分詞thought 對不對? 還有一個語言 有一個名字 就是做這個動詞動作的那個東西 就是thinker 還有這個就是一個昨天的動詞 就是那個避避這個動作所做的東西 就是thought 但是德文 我們看到是trinking 德文基本上就是這個動名詞 寫一個trinking這個字而已 不過就是將第一個字沒有大寫 德文你看到有一個現在分詞 就是trinkens 這個跟trinkens不同的 大家看到兩個不同的 可以嗎? 但是德文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叫做trinkens 任何一個動詞都是的 就是用這個現在分詞 就是用這個現在分詞 可以嗎? 加了定冠詞在前面 再加一個A 加一個E在下面 其實就是做這個動作的那個東西 可以嗎? 在這裡就立刻有個名字 就是trinker trinker 可以嗎? trinker 好了 至於這裡當然就是過去分詞 既tri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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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樣 任何一個動詞都是的 過去分詞 我們又可以把它造成一個名詞 既tri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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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有Dankan 接著就有Deskentender Deskentender就是那個Thinker Danker OK 接著有Deskentender的思想 Deskentender OK 接著就有Deskentender 我真的經濟不振 我經濟不振 接著是Sign 這個就是Sign 這個就是Sign 這個就是Deskentender 這個就沒有字 這個就是Deskentender Deskentender OK 我們看到了這個英文 就和德文我們看到了 在這個to be那裡 英文如果一般來說 就會講B型 這個位置 但是你看到英文的這個B型 和德文 和這個 現在分詞同一個字 可以嗎 德文就是兩個字 大家看到了吧 在翻譯凱德格的那些英譯本裏面 這個Sign這個字 就是重要字 還有因為這個位置 英文是沒有字的 可以嗎 所以要翻譯凱德格的 德文譯本 所以我們要講 Translation 可以嗎 這裡打個H 在這裡 我們在用德文譯本 先用英文譯本 這個 凱德格的Translation 凱德格的場合 可以嗎 Translation 凱德格的場合之後 寫個大寫B型 可以嗎 這個就是B型 B型 這個就是 Translation 凱德格 大部分 不是全部 大部分 凱德格的英譯本 是這樣譯法的 但是這個可圈可點 就是這個幅數 這是一個細寫的 這是幅數來的 中數 可以嗎 德文這個是單數 來的 用這個字 從頭到尾 從此至終 應該說 我讀過的凱德格 沒有見過一次 它是用幅數的 全部單數 可以嗎 還有一定有冠詞 絕大部分情況 有時候沒有的 有個the 可以嗎 所以這裡 我想大家要知道 可以嗎 大家知道嗎 這個凱德格的英譯 這個動名詞 就是大寫B型 可以嗎 那些是那些東西 這個就是B型 OK 但是我今天的說法 就不用這個一般英語 我都用回大寫B型 接著這個 我就跟隨韓德格 用the B型 這個用the B型 的時候 就是這個東西 現在中文 我沒有時間 打這些中文字 沒辦法 有在 有在 有是 有是 是不是的是 有在 有存 有有 可以嗎 這個東西 我們都照講的 是 在 存 有 可以嗎 或者存在 存有 至於這個分詞 就是沒辦法的 至於這個東西 我們講是是者 可以嗎 在者 有者 存者 存在者 存有者 OK 這樣就 Etymology Etymology of the word being 我們交代一下 凱德格的前後期思想有些不同的 前期的時候 不過這個 不如我們這一點留到最後講 我們直接講 Etymology of being of the word 真的嗎 前期的時候 他是探討是者之事 可以嗎 我們現在會講是者之事 大 being of the being 是者之事 但是那時候的 是者之事 我們現在會區分有兩個意思 他好像有一點點偏向 不是很清楚是哪個意思 可以嗎 這個我其實 我去利用一下這個 這個簡介稿 大家有沒有讀過 沒有 有讀過的 有讀過的 發個聲音嗎 有沒有 沒有 沒有人有讀過 看到火新聞都欣賞一下 好嗎 這個就是從屬 我們這裡講的是非是者之事 那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意思是者之事 是從屬義的 另外就是是事是者之事 那這個就是關聯義這些字 我都是勉強用著 對不對 我們講of 可以有很多意思的 例如 the character of this man 這個人的性格 the character 或者這個人的品格 the character of this man 那這個character 是不是屬於這個人 大家發聲 有些反應 有些interaction 是不是 是嗎 大家會說the father of this man the father of this man 這個人的父親 但是這個父親屬於這個人 不是 不是 不是吧 OK了嗎 就是off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我這裡這段話裡面 那個所謂的從屬義 就是類似 類似剛才講的 the character of this man 這個人的意思 對不對 我們講的是者 那麼是者 他是事的嘛 那他的事就是屬於這個事者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the father of the man 這個事者 對不對 那事者 somehow都是事的 對不對 但是這個時候那個事 就不是屬於事者的事 對不對 可以說前期海德教 其實就不是太清楚這兩者 他的文本講得 就好像 好像是 有時候好像是前者那個事 對不對 他所講的B型 大B型 有時候好像是前者有時候是後者 對不對 後期就是慢慢清楚了 就是這兩者不同的 他要講的後者那個 對不對 OK了嗎 那這個呢 是 在這裡我們在第二章 在第二章第二部分 我們拉下去 德文這個動詞sign 對不對 這就是印歪語 SpaceX 這個就是印歪語言 印歪補兵 可以 uz之間說這個 印歪製兵 印歪製兵 一下印歪製兵 印歪製兵 而印天 然後 action 十字 在歐語語裡面,那個verb to be,對不對? 一個就是s,然後他舉了一些sanskrit 這個是凡文,就是asus 他說這個其實是什麼意思呢?就是the life,生命 the slavender,你看到這個就是我們這個表裡面 就是剛剛我們那個表裡面 這個位置那些東西來的,對不對? 好了,就這個根,這個根就是s,sanskrit 凡文是asus,就是laban,life,對不對? 接著就是有life,去活的那個東西,對不對? 是生活或者生命,對不對? 還有那個活者,對不對?生者和生活者,OK 這個就是生活,OK?生或者活或者生活 這個就是那個生者,活者或者生活者,對不對? 好了嗎? 那這裡還有其他的這些,在這個凡文裡面 asmi,assi,as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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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對不對? 接著就是a9,ok了 那拉丁文就是asrum,assi 那還有其他的,對不對?德文裡面 對不起,德文這個design,OK? 德文這個sans,就是we are,那個字來的 那還有就是這個是... OK了嗎?那這裡第一個意思就是生或者活,生者活者,對不對? 第二個意思就是這個,we,we,對不對?we,OK? 第一個那個就是最古老的,最本紀的 接著現在另一個就是be,對不對? 那be在希臘文就是beo,對不對? 那這個呢,可以用德文講講 ofgain,升起,對不對? 其實going up,用英文籍頁going up,對不對? 起來,就是... 包塵,包塵就是管治啊,管理啊,統治啊,主宰啊,宰制,對不對? 英文可以做reining,reining,reining,reign,對不對? 好,這個意思就是立起的意思,對不對? 那這些就是beo,那就是希臘文,我們有這個... 這個字其實本身就應該是... 現在讀了f音的了,對不對? 應該是beo,希臘文對接b,fusus, brain,對不對? 那這些字就是拉丁文,再轉到德文就是nature, nature,對不對? 那就有生長的意思,對不對? 好,但是這些字進一步呢,就跟這個... 這個finance大,finance大是什麼? 就是appear,英文翻譯是appear,對不對? 德文是alchinen,顯現,對不對? 所以看到這個nature這個字, 就跟這個顯現這個字,是有些同根的,對不對? 好,那這個就是第二個意思,對不對? 那接著可能還做一些補充的, 可能講第三個意思, 第三個意思呢,就只是在flex用,在那些變革裡, 這個就有了,就有這個古印度語,就是vest, 就是在這個vest,古印度語就是vassimi, 德文就是vassan,古德文, 接著varnen,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varnen,varnen就是居住了, 他們住在哪裡,對不對? 接著favilan,favilan是一個文法字來的, 就是徘徊,對不對? 還有一個,我不是很懂法音,上揚, 知道我講哪個詞嗎? 文法字的字,上揚,徘徊,榴槤,OK了嗎? 不是吃榴槤的榴槤,榴槤,忘返的榴槤,對不對? zick of houghton,他自己在某個地方那裡, 就持住自己,對不對? OK了嗎? 所以這個字的基本意思就是居,居住, 就是這個流年,亡返的流年,對不對? 那個徘徊,對不對? 那個意思,對不對? 這個文法字是妻辭,妻辭, 那德文的vassan就是這個根本來的,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表裡面, 這個過去分詞,對不對? vassan 但是我們進一步看看可樂家的展示, 可樂家的展示呢,就將這個講到, 他進一步去講的,他說這個就是, 等一下, 他進一步講到vassan,對不對? 這個vassan這個字,麻煩了, 可樂家用很多字的時候, 用很多德文字, 都不是現在現在德文字, 字典查出來的意思,對不對? 這個vassan就是有持續持存的意思的, 但是呢,西方語言呢,就有一個文法, 都很明確的, 有一個動詞要講是, 及密還是不及密, 譬如I drink, 那drink一定是drink something的, 及密,是不是? I run,我走, 那走就沒有及密,是不是? 就是有些動詞可以既及密不及密的, 那這個vassan其實就是, 那這個就是德英字典, 給你看看, 現在的詞典查出來, vassan是什麼意思呢? 好嗎? to last 12 years, 如果這樣就不及密的, 對不對? 好,那我先講到這裡, 就是, 免得再查那個, 暫時不查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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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但是這個我懷疑應該就是和可力加, 但是這個應該是第一個那個來的, 第一個那個s來的, OK? 好了, 那可力加將這個理解為, 這個是有,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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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是, to be, 它這個意義, 就是有生有活的, 對不對? 有一些是 egoing up, 立起來, 對不對? 跟著就有是 留念啦, 培會啊, 精言, 是你可以�養啦, 妻子 的意思, 對不對? Kelbeau – 而可力加將要將這個特別的, 之間又再解釋為, 那個是持全啦, 所以我們做到這個棉眼了, 那這裡是棉眼的, OK了? 這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東西是後期考得格來的 後來考得格就是將那個is 將那個sign 將那個to be 在某些位置就用了這個 用了這個vess這個根 就用了這個vess去取代了的 但是這個字本身現在現在只有這個德文 只要記vess 但是他用了vess作為動詞 vess是有名字的 但是就作為動詞 但是他取的意思是接近我們剛才整理出來交代過的 就是有妻辭的意思 但是更加就有 他的意思不要說更加 也有他生活中的意思 就是那種是那個持續 持存 綿延的意思 那我就在這個演講的這個情況 我也是把它改回去做妻辭的 可以嗎? 那我老師 關子 找老師 就把這個vess 講到時候會講 我把它改回去做萬遣 萬遣就是哪個字 萬遣就是 萬遣就是關老師的翻譯 萬遣就是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已經講完了開場霸了 那我們現在就原來已經是20時12分了 恐怕我估計今天可能有可能要講兩次 我會盡量講得簡潔一點吧? 那現在我們就進入去 就是Permanidus Permanidus Permanidus 我們的斷項殘編也不是很多 蝙蝠都很短的 那就有這個 我們講講那個 我們先看看斷項殘編 古希臘 古希臘哲學的研究 就要知道一些經典的東西 古希臘那些哲學家 沒有那些著作都散熱了 散熱了在古漢今來 很多人的引文 很多後人的引文 有些就是引文 首先有一個德國學者Dils 德文法人就是Dils 就是千世萬苦 古漢今來他閱讀過無數的作品 裡面抽出那些 宣稱是引文的那些文本出來 然後再抽出一些 宣稱是引述的那些文字出來 做了一本書 後來再有一個 有一個稍後的學者Kantz 再出第二版 這個書應該是 第一版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1903 Defragment 英文DK 所以一本叫Dilsson-Kantz 德文DK 德文DK 英文DK 學術 如果是義理 就根古長生 但是學術研究 一般來說 會後勝於前 英語界 我選了兩本新的 這本是1994年第一版 2010年第二版 Makirahant 另外一部就是Granham Granham OK 好了 我們現在就看看 這個Permanidus的文本 雖然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我建議都是不來的 可以嗎 我們倒不如先讀文本 好嗎 那我選了這些 Fragment 2 希臘原文 我們就來 德文 首先是Dilsson-Kantz 翻譯 然後我提供一個 我對Dilsson-Kantz 翻譯 然後就看看另外兩個 翻譯 大家都讀 大家覺得是 現在看這個細 可能未必 今天真是講得了 但是我建議都是讀一讀這些文本 大家有沒有意見 標示意見 好嗎 我讀一個德文 Wol Woland So will ich Woland So will ich denn sagen Nimm du dich aber des Wortes an Dass du hartest 希望 Woland M Shepherd 請 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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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案是,這可以你很難解釋,因為你能不能解釋,這可以不解釋 這個就是丁順 Kranz的得譯 我直譯丁順 Kranz 它有些地方譯得我不同意 我都不根據 我直譯它 所以我想說 Concern yourself with the word 這個字的story which you heard which ways of research alone are to be thought of the one way that is is and that's non-being not to be is not this is the path of persuasion for this follows the truth the other but that is not is and that's non-being not to be 這個詞的發言不是requisitely requisi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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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this track is so announced to you wholly unexplorable for you could neither cognize the non-being it is just unimplementable nor speak it out declare it comma titleing along again game my current hands but come now i will tell you and you when you have heard the story bring it away about those risks of investigation that are the only ones that are the only ones to be thought of the one both that is and that it is not the case that is not come to a alternative translation that it is and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for it not to be other embargo is the path of persuasion for it accompanies truth the other both that is not and that is not is right that it is not and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it to not to be this i declare to you to be a drag entirely unable to be investigated for you cannot know what is not for it cannot be accomplished nor can you declare it come now and i shall tell come now and i shall tell and do you receive through hearing to tell which are the only ways of inquiry which are the only ways of inquiry for thinking the one that it is and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for it's not to be is the path of persuasion for she attends on truth the other that it is not and that it is right it should not be this i declare to you is an actually instructable track for neither could you know what is not for it cannot be accomplished nor could you declare it point it out what do you rule i have the written you will understand and this is the perfect why quick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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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那兩個途徑的時候 我們一般人要理解這些困難 因為講那個途徑的時候 我們講的現在有兩個研究之圖 我們講的兩個途徑 通常就是講那個途徑 描解一下那個途徑是什麼 既然是研究的 這條研究之圖是有兩條研究之圖 一條研究之圖A 一條研究之圖B 那A是怎樣研究呢 那B是怎樣研究呢 那是兩條途徑 又或者是舉出研究 途徑A的一些基本預設 研究A 研究途徑A 它預設了SSP 但是研究B 就預設了 研究A 途徑 預設了SSP1 然後開始研究 或者是經濟於此研究 或者是假定了 預設了這樣的研究 研究途徑B 就是預設了SSP2 去研究 奇怪就奇怪 他在講那兩條研究資圖的時候 就是那個研究資圖本身是IS 那德文本呢 他自己加了東西進去 就是ISIS 可以不可以嗎 That is is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英譯本 你看看 這個Makirian 即是That is 它是直譯的 那就是那個研究資圖的IS 其實就不通的 接著是That it is 但是A是實體詞 是那個途徑 還是一個虛詞 英文有時候A制的虛詞 另外這個日本 就這個Grantime 就是That it is 他就用這個方式 可以嗎 那其實呢 有些是我們不好明白的 可以嗎 就是閱讀上的困難 想著 但是考慮這個華本身 如果我們用那個德譯本 德譯本 就真的自己加了字入去 對不對 那就加了 就因為這句話 本身它有兩部份 就是 The one way that it is 其實就沒有這個意思 原文就沒有這個意思 對不對 The one way that is and that non-being is not 的確是第二部份 是一個句子來的 Non-being is not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就加了IS 可以嗎 那我們加回個B型 下去 那就大死B型了 Being is 第一條道徑 Being is not Being is not Being is not 第二條道徑 那又變回轉移 就呢 就 That is not is 對不對 還有 That non-being is 對不對 我們先看這個德文 OK 原文 我們先看兩個英記本 抱歉 我先看一個原文 這個是第五行 原文就是 Is not 但是什麼 Is not 沒有主持的 可以嗎 那我們先看看這兩個英記本 這個就是 That is not 這個是直譯的 That is not 可以嗎 可以嗎 另一個翻譯就是 That is not 加了一個 It字 內 就是一個合法文化的 移民居子 來的 但是這個It 是主持的 虛字 以及實質 It 是指這個途徑 就 沒有名言的 這個Grantham 那這個Grantham That is not 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 加了這個 B型 可以嗎 變成了 現在兩條途徑 一條 那個基本的 那個想法就是 Being is not Bing is not 可以嗎 它是奠基於此 而進行研究的 那另一條 就是 Being is not 那這條 就不行了 OK 所以我們現在略開 我們現在把這段話簡化了 現在有兩個陳述句 Being is and non-being is not 是是 不是不是 可以嗎 接著就是 並忽如此 不是如此 不是什麼 不是是不是 而不是是 可以嗎 OK 那就為什麼 為什麼 提供了一個理據 為什麼 我用這個Ducine cancer得極 接著用我的 我的英譯得極 好嗎 To fall for united Cognize the non-being Nor Speak it out 這個U其實這個文本 就是 這個Permanidas 就是說 他去了天界 女神對他說 所以這些話是女神說的 這個U就是Permanidas OK 好了 那我們現在整理出來 我們將它整理成一些簡潔的論證 是是 不是不是 而並非就是是不是和不是是 為什麼呢 因為 人們不能夠認知 亦都不能夠說及 non-being 這個我暫時說 the non-being 就是是者 等一下我們今天真的有時間 講海多教育時候 其實應該沒有了 應該講少少了 他有時候提到 但是暫時說到是者 可以嗎 就是非是者 非是者 OK 好吧 那我們再整齊化一點 將這個剛才說 整成一個再整齊一點的語言表達出來 人們就不能夠認知 或者說及非是者 所以 所以是是和非是 非是 不是不是 可以嗎 而並非 而不是什麼呢 而不是呢 是不是和不是是 好 那暫時 好